我来 当然是为了打败你 我亲爱的哥哥 打败我 对 现在就去跟我单挑 把球给我 跟我单挑 放手啊你先 我也要去 我们是去练球 你别捣乱 怎么我就捣乱了 你哥哥下个月就要打全国的高中联赛 现在啊没时间陪你玩 我也是去练球的 女孩子家家的练什么球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练球了 从小到大就把这球画挂在嘴边上 走 哎 胡闹也得有个限度啊 女孩子打球多难看 爸 不然带子鱼一起吗 这事没得商量 我去告诉妈妈 哎你给我站 别拿你妈下火 我告诉你 就算她站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让步的 家里 我说了算 谁说了算呀 谁说都没用 你说了算 好了 别吵啊 自己去啊 你看看 满意了吧 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哎 他怎么就不懂事了呢 你天天带着子言去打球 那算怎么回事啊 我们爷儿俩那是正经去训练的 他个女孩子跟那儿起什么哄 给我站住 子鱼怎么就不能去打球 你是不是偏金眼啊 我告诉你啊 今儿你必须带女儿去 要不我跟你没完 哎呀 你还能怎么没完啊 大不了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呗 咱们家大事小事我都可以听 就这事不成 这女孩子就是不能打篮球 哎 哎呀 我的宝贝啊 你怎么想不开 不就是个篮球嘛 妈 我就剪个头发 你这孩子你吓死我了 哎 哎呀 还在喂篮球的事不高兴啊 你说你爸 这样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你剪了头发 他就能带你去了 妈 你说我跟我哥 谁在篮球打得好 你这个孩子啊 就是太拧了 你说篮球 他看的不是个人能力 他讲究的是团队配合呀 所以比个人能力 我一点都不比他差啊 那你就去跟他比比 给他点颜色看 怎么比 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要是你帮我生成男孩子就好了 没生成男孩没关系 咱可以变成男孩啊 什么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哥哥学校的校长关系不错 你呀 就女扮男装进学校 这样不就有机会跟你哥哥对抗了吗 好 没有 我 没什么